虽然已经历秋了,但南方的天气还是非常的热,大街上随处可见穿着短腕,穿着吊带的仙女们,而北方的小仙女,却已换上把款外套或威衣,感受着一年装最舒适的季节。 其实,有一种搭品是属于一年四季的,因它的摆搭性,这衣既可以搭配T恤,衬衫,吊带,衣可搭配毛衣,针纸衫等单品,潮流,钱变万化,但牛仔裤永远不奥,牛仔裤是衣柜里不可或缺的搭品,小编今天将毕生所学传授于你,牛仔裤是如何分类的? 如果你没有像模特那样细致匀称的大长腿,该怎么挑牛仔裤才能想高又显瘦? 一,小脚趾筒裤小脚裤,是最最基础矿搭,搭各种腿各种衬衫都可以,秋冬搭配小毛衣啥的,基本都不挑搭,二威拉牛仔裤威拉元素是显瘦的存在,在风格搭配上可以十分自由,不妨多尝试和各种服装主题相互组合,偏休闲一些。 一般民主风或者身材好穿紧身短袋会好看。 三,直筒牛仔裤线条宽松的款裤,其实更适合瘦一些的人,而且上面它配粗犷一点中性一点好看些,提提就可以,不要学绑啊之类的,而且直的可以把裤脚弯起来,显到利器。 四,扩腿牛仔裤秋冬必有的一条,跟卫衣衬衫都很搭不同颜色也可以搭配出不同的风格。 如果仙女们觉得天气还是太热了,而不想穿牛仔裤,那么半身裙或者夏天的扩腿裤,会是不错的选择。 好了,关于牛仔裤的选择,就写到这里了,喜欢的小仙女记得关注我哦。